心情不好的时候容易吃巧克力等甜食怎么办 半月板损伤该如何练习腿部 健身教练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 大家好我是Mike 欢迎来到我最新一期的健身问答节目 这些问题来自于你们在我微博上的留言 今天我以视频和音频方式一一作答 大家好我是林云 本节目由我自己创办的极客运动APP 赞助播出 健康是最大的资本 运动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不用去健身房 随时随地都可以跟着顶级教练一起运动 在各大应用商店搜索极客运动 下载我们的APP 跟我和我们的老师们一起运动 在保持健康的同时收获好体型 OK欢迎来到我的健身问答节目 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小小宇宙要爆发发发 他说心情不好或者状态不好是容易吃像巧克力蛋糕之类的零食 怎么办 小小宇宙要爆发 心情不好的时候 人的确是容易吃像巧克力酱蛋糕这样的甜食 因为其实甜食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心情愉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特别这个是不是你个人的过错 其实本来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状态不好的时候 可能相对处于一个低沉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应激的状态 而进食呢是有利于缓解那种压力的状态 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要是放在远古时代 这个完全没有错 因为那时候的人类可能也没有想到会减肥 你可能是因为有更高的一些追求 比如说想健康或者想好体型 而且你知道巧克力蛋糕之类的这些食物对你不好 所以你会产生纠结 那这个我如果要给你什么具体的建议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觉得你还可以去吃那些巧克力蛋糕 这样听你都已经心情不好了 对吧 再刻意的拒绝自己吃这些甜食东西你可能会更加不好 但是我只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 在你吃那些巧克力蛋糕等甜食的时候 不一定要马上去吃 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 很多时候要培养一种意识 OK 我现在知道我的心情不好 我的状态不好 我很想吃一些甜食之类来缓解我的心情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做法 那这个是我从一本书上学来的一个叫mini habit 小习惯这里面学到一个做法 就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 比如说我如果是现在心情不好 我会想吃蛋糕的话我会说 Mike 你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 现在能够缓解这个心情不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吃点甜食来改善一下自己的心情 我也知道甜食对我的健康不好 但是我现在不想让这些甜食来控制我的行为 我可以吃这个甜食 但我要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 我必须先把我这一天的规划做好了 然后我奖赏自己这样一个甜食 所以这个小小的挑战可以是做今天的规划 可以是把现在心情不好的原因写下来 或者是去外面走个十分钟 这样一个小小的挑战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挑战做完了 你可以心安理得的把这个甜食去吃掉 这是一种情况 如果说你做完了这个挑战 那就心安理得的去吃 不要有什么负罪感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就这个五分钟 十分钟这么一个小小的挑战 你去外面走路了 或者你在写心情不好的一些原因 你可以该怎么办的这样一个规划的时候 可能你的脑子里已经不再去想这些甜食了 已经忘了甜食这件事情 那最后你把日记写下来 把规划做完 或者是走完一圈回来 你心情已经好很多了 你也不想再吃甜食了 你说我现在其实并不一定要吃甜食 我的心情也可以很好地改善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这种情况那就更好 对不对 当然这里我们培养的是一种 跟我们自己跟甜食之间的良好关系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关系 就是不要再让甜食来控制你的行为 而是让你自己对食物有控制感 具体的怎样应对甜食呢 我应该最近还出了一个微博V加视频 我专门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讲 怎样建立良好的跟食物之间的关系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开通我的微博 独家V加视频频道去看详细的了解 第二个问题呢 来自于 哇拉里拉龙 我可能说的不对 他的问题是 右腿的半月板磨损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练腿 关于腿部伤病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蛮复杂的一个问题 我也不可能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 我只是说我自己也有过半月板损伤 但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什么程度的损伤 我只是知道 因为在练巴西如水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受伤 一两个星期都会疼痛 那个时候 我的方式就是减少练腿的这样子的训练 腿部的训练 然后练练其他的部位 如果说你一定要练腿的话 其实半月板的损伤很多时候 都是在这样几种情况下 第一个是运动姿态不对 可能是跑步的时候 姿态不对 或者是深蹲的时候 或者做其他动作的时候 动作不对所以导致 第二个就是可能是压力过大 特别是在跑步的时候 长时间把重力压在你的膝盖上 半月板上可能承受太多的压力 造成半月板的不适 第三个呢 其实有的时候是在 腿部是一个很稳定的关节 但是活动度不高的关节 很多时候是在膝关节 处于半弯曲状态的时候 快速转向扭转的时候 造成这个损伤 所以要避免再次损伤 再度损伤 那这个时候什么方式可以练腿呢 第一个是可以不练腿 一两个星期没有关系 对吧 第二个如果你一定要练腿的话 那就要注意不要给腿部加很多的压力 第二点就是不要做很多扭转的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动作会容易加剧 半月板或者是韧带的损伤 那可以练什么呢 可以练很多躺在垫子上的练习 因为腿部的练习不光光是膝关节的趋和伸 对吧 腿部还有大腿 大腿根部 其实大腿内侧外侧 还有臀部的这种训练 可以做很多垫子上的练习 我非常推崇和喜欢的 那就是普拉提 还有瑜伽的练习 因为我们平时认为 几乎深蹲都成了一个练腿的 这样一个代名词 对吧 但是除了深蹲 还有很多练习腿部的方法 比如说你的大腿的后侧 大腿的内侧 大腿的外侧 还有很多练习的方法 而普拉提练习 瑜伽练习 大部分都是在垫子上进行 很多时候都是背部躺在地上 膝盖是悬空的 而且不需要什么外界的器械 既方便练习 又不会不太容易造成损伤 所以我建议你去试试看 第三个问题是来自于 麋鹿先生Life 他说对于健身私人教练 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 私人教练 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 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关于私人教练 这样一个 当然现在是一个职业了 但是我以前跟国内最大的一个 私人教练培训机构 Sign Edge Fit 是ACE在中国的最大的代理 他的创始人 姚宁先生聊到的时候 他说的有一个非常有道理 他说在十年前的时候 比如说驾驶执照 还是一个很稀缺的这样一个证照 你拥有这个驾驶执的话 可以是一个职业 可以是一个司机 对吧 但是在现在的话 驾驶执照都很快就会变成人人都有 所以变成一个很普及的一个东西 所以私人教练也是一样 现在很多人去学习私人教练 他并不一定是要做私教这样一个职业 很多人其实想练一个证书 是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然后让家人变得更健康 那我觉得私人教练这个职业会 长时间的会存在 但是可能跟现在的状态不太一样 现在的私人教练可能只要自己身材好一点 能够讲一点道理出来 又会销售 就能做一个不错的私人教练 但是再过五年十年 可能这样远远不够 那我自己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吗 那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持续学习能力 就是不管做哪一行做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有所区分 就像我也是一个私人教练 对不对 很多人知道我是因为我在网上教人健身 但是我的私人教练 其实我就要加很多健康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大家来健身 首先是为好体型 但是最后都是为了健康 所以我会去学习很多 有关营养方面的知识 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 所以你可能一开始是个私人健身教练 但是慢慢慢慢以后 可能是一个健康顾问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第二个就是 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对吧 所以最后不管是哪一个行业 做成功的或者是最 做得最好的都是那些 可能有独特点的一些地方 有些人可能就是体型特别好 有些人就是跟用户的这种关系 处理的特别好 有些人就是在某一个方面 比如说是伤病的康复方面 还是在营养上面 他有一些专项 所以健身教练的话 你也可以有一些专项 比如现在有什么功能性训练 或者有一些什么格斗 你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向 自己的定位 一定不能是说十个教练里面 你跟他 一百个健身教练里面 你跟大家没有什么区别的地方 那为什么这些客户就一定要找你呢 对不对 特别是现在的私人教练 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来说青春饭 那你怎样 如果说你把这个作为一个终身职业的话 你怎样保持在自己 慢慢老的这个过程中 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的时候 还是能够做这个健身教练 这个职业 所以一定要有自己自我提升 所以持续学习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的私人教练 现在都是在线下店里进行教人 那我自己其实走了一条 相对来说不寻常的路 那就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来 教人健身 教人健康 如果说你有这个条件的话 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考虑 怎样影响更多的人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些建议可能不是很详细 很具体 但是最归根结底 一定要有所不同 一定要持续的 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OK 今天这个问答呢 我就谈到这里 谢谢你们在 你们的提问 也是你们的提问 给了我一些 新的想法和思路 关注我其他的一些问答 记得点击我以前的那些问答节目 加在一起应该有接近一百期 可能很多问题都在以前已经提过 相信你看过或者听过那些 节目的话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有 有一点帮助的话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人和朋友 我们下一期节目 再见 大家好 我是凌云 本节目由我自己创办的极客运动APP赞助播出 健康是最大的资本 运动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不用去健身房 随时随地都可以跟着顶级教练一起运动 在各大应用商店搜索极客运动 下载我们的APP 跟我和我们的老师们一起运动 在保持健康的同时 收获好体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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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